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账率都是用来衡量股票平贵的指标之一 计算方法是股价随以每股账面值 账面值即是资产正值 公司多资产,资产值就会大 一般而言,市账率数值大于1 即是股价高于公司的账面价值 并不抵买 如果市账率数值少于1 即是股价低于公司的账面值,属于抵买 例如A公司的股价是15元 而每股账面值是10元,市账率就是1.5倍 即是市场愿意以1.5倍的价格 买入公司实际拥有的资产正值 理论上,市账率数字越低就越便宜 市账率多数用在银行、地产股 一类拥有大量资产的公司 因为他们的盈利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资产 好像银行有多少存款和贷款 地产有多少物业土地,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盈利 不过买股票也要考虑公司的前景 一些PP再低,前景未明的传统行业 未必是投资者的好选择 有些科技公司的资产不多,PP再高 但是投资者仍然愿意买入 另外亦要看市况,好像当银行水浸 利率又低,资本红厚的银行身家 都不一定赚很多,所以投资的时候 仍然需要考虑市况,行业前景,管理层等等其他因素 是不信心的 是不信心的 是不信心的